那麼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待會我會介紹FocusSky這個簡報軟體 那其實呢 平常大家除了你知道微軟的以外 你還知道哪些 或者說你用過哪一些其他的這種簡報的方式 有沒有同學 你願意分享一下 你可以在白板上也可以 你要舉手也OK 有嗎 白板的部分的話你可以在上面這邊 這邊有沒有 有文字你可以用 那如果你覺得你用寫的比較厲害 這裡有一個塗鴉 你在手機上也可以用寫的有沒有 在這邊 你就看你要寫在哪裡都可以 有沒有 有沒有 請問你除了用過PowerPoint以外 還有沒有用過其他的 賈波斯喜歡用的是哪一個 叫Keynote對不對 那是Mac上的 因為這邊有看到蘋果的光芒 我們今天介紹這個軟體有Mac版 所以Mac來 不用覺得難過 因為我看到兩顆蘋果 還有沒有 有沒有 那我給各位看另外的好不好 在這邊 這裡呢 我們在講義上面其實我也有稍微寫到 那麼其實微軟自己本身也有一個 如果你有登錄線上的 就直接登錄微軟線上 你會發現它也有比較實位 因為微軟其實自己也想要改變一下 因為沒有人告訴你 簡報一定要用PowerPoint 對不對 很多方式都可以做 那另外呢 我們在這邊還有一個叫做Predy 這個其實在國外留學一段時間 只是我前一段時間 應該說前幾年我大部分都用它 但是後來發現說 其實它畢竟是國外的服務 所以在那個 你可以在我的部落格上 在我的部落格上有一個創意簡報區 我裡面就有放這個Predy跟這個Focus在部分 那因為它剛提到就是它是國外的服務 所以相對來講就是缺點就是速度比較慢 就是載入速度比較慢 但是其實它的概念是一樣的 跟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一樣的 那我先找幾個 找兩個給大家參考一下 你來看看用這樣的方式來做簡報 跟你之前用的方法有沒有不一樣 好 等一下 這裡 我先回前面一下 好 OK 因為一般來講 大部分大家的PowerPoint都是一頁一頁的 Keynote這邊都是一頁一頁的 可是呢 我們用的這個方式 它就比較不一樣一點 好 像這邊呢 點一下 有沒有就可以直接進來了 對不對 點一下 它就好像一張很大很大張的字 這樣了解嗎 對不對 像這樣子的方式 你要看哪個地方 你可以自己找 你可以自己找 我要看這裡 我就可以進來 那你要播影片當然也OK 好 那另外像這邊 這個內容就蠻多的 這個內容就準備蠻多的 像這樣子 我就可以一個一個 看我要看哪一邊 就點進去 它就照著你的順序 直接做這個簡報的播放 那你要看哪個地方 或者你要看影片 也可以直接滾輪放大 像這樣子 那一般來講 我們泡布蛋糕 就沒辦法做這一塊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是Preddy的部分 可以 給大家做個參考 另外呢 我們Focus Guide的部分 我會找幾個 給大家參考一下 你可以看到我在那個 我們的互動白板上面 我有稍微提到 這裡 這個Preddy啊 Focus Guide 它們都是以心智圖的核心 有沒有同學有用過心智圖 應該多多少少有 對不對 有沒有 現在國小就有在介紹 有些國小 我有發現 老師有在介紹 那所以說 它是以心智圖為基準的 也就是說 反正你思考的方式 是一種 那我把它呈現 簡報方法 也用這種方式呈現 只是把它美化 讓你看起來 比你用手稿的 比你用這個 就是 單純的 一張一張的 來得更有整體的設計感 那這個部分呢 是Preddy跟Focus Guide很像的地方 等一下我會給各位看一下 你就會比較清楚 好 比如說我先找這個 你可以像這樣 那它也可以做動畫 也可以做動畫 所以你都可以看看說 其實 使用的方式其實很雷同 很雷同 那 這樣的話呢 你在做 就有不一樣的感覺 那你隨時有需要 你要看哪裡 就自行再點過去就好 也可以 它一樣 這個 跟我們一般的 簡報方式 比較不一樣 它就是整張的 那 你看到這些之後啊 我們現在就進入到 我們的這個 簡報裡面 這裡還有幾個 我順便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一塊 這個 像這些很多都是我去 研習的時候 我會使用的簡報方法 它一樣有動畫的部分 不過說真的 我通常動畫不會做太多 因為以這種簡報來講 動畫已經很多了 所以我就不會做太多 像各位平常 也許你可能在PowerPoint裡面 會做的那些動畫 好 OK 所以你會發現 就說 這樣的整體設計方式 跟以前 你所學過的 使用過的 會稍微不同 那當然其實 各位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PowerPoint Keynote 其實還有一個簡報的 在哪裡 Google有沒有 Google投影片 就是我們講的 Google的簡報 對不對 下面這個就是Google簡報 Google簡報也可以很單純 像這樣子 然後呢我就上一張 下一張 有沒有這樣也可以啊 這樣了解嗎 其實 像我 電腦裡面 現在 沒有裝 微軟的 Office 所以我反而 比較少 會去用PowerPoint方式 那我就可以找到 很多不一樣的 很多不一樣的 這個 簡報 我就會嘗試看看 因為 你用太久 微軟的PowerPoint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只要那個簡報一出來 你就知道它是用哪個範圍 沒錯吧 你畢竟用了那麼久 對不對 不代表說你不能用PowerPoint 而是說 用了那麼久 總是大家熟悉度很高 可是你會發現 我剛剛用的 是不是大部分大家都沒看過的 了解的意思 就是說 製作內容的部分 我們沒有辦法幫你 因為內容要控制 可是呈現的方法 你可以有怎麼樣 有蠻多的選擇 你可以有蠻多選擇 可以讓各位有機會 就是 跟別人不一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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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